第二百二十九章 你又在哪里 德高望重微深的大唐军方领袖 苍老的脸上忽然露出嘲弄不齿 这等略显轻挑的深情 并没有让宁缺觉得 对方身上多了些普通人的世俗气息 反而他感觉到了一股沉重的压力 缓声应道 不是不敢 而是不愿 将军先前言及 军部有格无墙之深意 深得我心 我大唐雄霸天下 人外界风雨如何都不会崩塌 但是担心祸起于城墙之内 将军如果坚持要审我 在外人眼中 只怕是帝国军方试图压制书院 我知道将军并无此意 但切不可给大唐的敌人 传出这种错误的讯息 所以我不愿让将军审 将军也不能审我 宁缺啊宁缺 许师面上的神情紧接脸去 看着他冷漠说道 如果你不是这般百般抵赖 而是有所担当 或许我还能赞你是条汉子 若能做个夫粉的辞臣 倒也不差 你决意要挑战我大唐军方 真是个妄自尊大的狂徒 你以为你真有这种资格 虽然我不明白将军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我是夫子亲传的弟子 带书院入室 继小师叔之后行走天下 我实不知自己没有怎样的资格 虚是盯着他的眼睛 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负着双手走到栏畔 居高临下望向草林外的长安城说道 你也曾经是名军人 所以你应该很清楚 我大唐军人职责之所在 所以不要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 随着这句话出口 一股强大漠然的气息 从将军微微勾楼的深距离散发出来 把他的人与周遭的天地完全的割绝 阁楼间流转的清新临风 骤然间无声无息停止 栏外青色的临烧也停止了摇摆 先前那些被风俯落的坠叶 也在草间停止了滚动 从宁缺的视线望过去 阁楼栏外的所有物事 在这一瞬间变得静止不动 就像是被画框陷住的一幅风景画 他自己也已经成为了 这风景画里的一部分 只有蓝盘的那位老人 与这幅风景画完全隔离 他仍是自由的 楼阁间的天地气息 已经被蓝盘的老人完全控制 静止不动 失去了所有的活力 只要他愿意 他便能碾杀此间的一切 面对着那个看似硝锁勾楼 实则强大恐怖到极点的老人背影 宁却沉默无语 心想果然不愧是大唐军方的第一人 这等修为境界竟是银银已经超出了五道巅峰的范畴 宁却很清楚 自己绝对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对抗如此强大的境界 只要许是微一动念 周遭凝固般的天地元气 便会把自己瞬间碾压成粉末 冰冷的汗水渐渐湿透了衣被 打湿了身后的那把大黑伞 宁却脸上的神情却依然平静 风景画中 只有蓝盘的老人是自由的 好在老人似乎还想听他说些什么 所以宁却的嘴也是自由的 我昨天进了皇城 宁却看着蓝盘老人的背影说道 陛下带我去了小楼 他知道 像许氏身为大唐军方的领袖 绝对知道皇宫里的那栋小楼意味着什么 果不其然 老人身上的那件朝服衣妹摆动了一丝 宁却继续说道 昨日去将军府前 我先去了一趟朱雀大道 没等宁却把话说完 许氏问道 朱雀 认主了 是 所以将军您应该清楚 如今 我在负责这座长安城的安危 如果您真是替大唐考虑 要履行一位大唐军人的责任 那么您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是保护我的安全 而不是试图杀死我 许氏负着双手 站在栏畔看着远方 沉默了很长时间 忽然带着几丝遗憾和愤怒 喃喃说道 没想到 最终 还是落在了你的手里 宁却沉默不语 许氏转过身来 看着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之所以调查你 是因为 我不同意陛下 把那根镇岩柱 交到你的手中 实话与你说 我与颜色也是多年的故教 但我觉得他看错了你 同样 夫子也看错了你 宁却真没有想到 这位大唐军方的领袖 居然与师父颜色 有深厚的交情 他愈发不能理解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微微挑眉说道 为什么 因为 你持身不正 因为你寡情冷血 因为我很清楚 如果我大唐真到了 生死村王的关头 你绝对不会与 这座熊城 同生共死 许氏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宁却再次沉默 他不得不承认 许氏对自己的看法 是正确的 昨日 在朱雀会相之前 他曾经豪情万丈 默默立誓 要守护 长安城和大唐 然而 在内心真实的誓言之前 他依然把自己的生命 摆在了最上面的位置 沉默了很长时间后 他抬起头来 看着许氏 很认真地说道 我可以向您保证 至少 我会尽自己的权利 你让我如何相信你 我为什么不能让你相信 因为你不值得信任 那什么样的人才值得信任 像你师父颜色那样 看似习小人间 实际上 却懂得什么叫做正义 什么 叫做敬畏 宁却摇了摇头说道 我师父已经死了 而且虽然您与他相交数十年 但我并不认为 您足够了解他 他从来不是一个维护正义的人 他也不知何为敬畏 他只是明白 什么叫做责任 而这 我也明白 你的手上染了太多血 你没有资格握住那根杵 昨天 在将军府中 您问过我天启十四年 御史张一齐死时 我在哪里 东城那名老铁匠死时 我在哪里 茶食严肃清死时 我在哪里 今天在这阁楼中 您问我 昨天 黄鱼二人死时 我又在哪里 徐氏冷冷地回望着宁却 宁却平静地问道 您问了我很多句 我在哪里 佛爷想问问 当年 夏侯在燕镜屠村 数百无辜者化为交尸时 您在哪里 当年的夏侯 坑埋三万降族时 您在哪里 当年的宣威将军府 血流成河时 您 又在哪里 听着这连续的几个问题 徐氏瞬间 似乎变得苍老了几分 阁楼里的气氛略显疏松 楼外的风景 再次活了过来 宁却向前走了两步 来到了徐氏身前 继续说道 我的手上 确实有很多血 将军您的手上 或许真的没有什么血 但并不代表 你的手就比我的手干净 如您所言 我当然不是什么好人 我从来不关心 这世上 有什么丑陋 血腥和不公平 只要那些事情 与我无关 或许 我确实没有资格握住 那根杵 但这世界上 也没有多少人 有资格 质疑我 卧楚的资格 至少将军 您 不行 当初夏侯 能够置身事外 那些屠村的将军 校尉 毫不惩罚 朝廷的说法是 没有涉案的证据 依据唐律 无法问案 事实上 你我都清楚 那只是因为 夏侯对大唐有功 东北边军 对帝国有功 既然 朝廷坚持唐律第一 那么将军 如果你要审我 与那些命案之间的关系 请先找到证据 不然 以后请不要来烦我 虚实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看着宁却冷漠问道 那你 能不能告诉我 你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正义 还是为了 复仇 我并不是正义的使者 我与夏侯将军之间 也无私怨 只是因为 他在荒原里 得罪了我 这种说辞 谁能相信 我不需要让别人相信 只要夫子和陛下 没有意见便好 你以为 陛下 会一直宠信着你 这与宠信无关 只不过 我想陛下 就算知道了这件事情 大概也会认为 我这些事情 做得很对 宁却忽然觉得 自己今天说的话 已经足够多了 所以他转身 向楼梯走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许氏忽然叹息了一声 唉 你很冷静 我可以想见 日后 你可能成为一个 非常优秀的人 甚至 比柯浩然 更加优秀 那么你也有可能 比他 更加危险 宁却听着 身后的声音 停下脚步 想到皇帝陛下 在宫里说过 许氏此生 纵横沙场不败 却在小师叔手下 吃了很大的亏 难道 自己真的要替 师长承担后果 他转过身 看着蓝盼的许氏 终于烦了 我敬您是郑国大将军 所以我才言辞恳切 态度诚恳 与您说了这么多的话 如果您真要撕破脸 把唐绿这块遮羞布不要 那先前 何必说这么多废话 唐绿不是遮羞布 是大唐的根本 如果你保持着这种看法 那么 我更不能让这件事情 再这样继续下去 许氏看着他平静说道 不违反唐绿 我还有很多手段 让你消失无踪 我很期待 然后宁却摇了摇头 不要再像前面几次那样 引些佛道中人来挑战我 您应该清楚 那样用处不大 你真以为 柳依青输给你后 就再没有人敢挑战你 至少像您这么厉害的大人物 像必不会来挑战我 因为您丢不起那个人 便在这时 他身后响起了一道声音 我丢得起这个人 宁却转头望去 只见楼梯口处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微胖的男子 那男子微笑说道 我叫 王景略 宁却 望向栏盼的许氏 摇头说道 有些俗啦 主持人 岩 alom 我看你 谢谢你 şey